中央公布前海合作区扩区扩容方案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 说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里面 将会发挥更大示范引领作用 有分析也说未来大湾区最前端的政策 都会在前海先自行 有号运报道 中央宣布将前海合作区扩区扩容 除了总面积增加7倍之外 在发展和管理模式上都更加进一步开放 人民日报发评论说 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当中 具重要战略地位 要更加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评论又指 近日公布环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以及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方案 推动大湾区进一步发展 也都支持港澳更加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评论谈及前海合作区的时候 就特别提到要找住阔区和改革开放量的重点 是一国两制框架下先行先事 推进同港澳规则机制行接对接 分析认为 扩大前海合作区反映中央想继续发展大湾区一体化 而未来大湾区最前端的政策 都会在前海先行先事 他又相信前海进一步发展将为香港提供北上发展机遇 但由于香港与内地发制不同 各有自身的优势 不认为香港的资金和人才会被前海吸走 相信在两地互补合作之下 前海可以在10至15年发展至世界级规模 有线电视记者由豪云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